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發財 大家好 我是梁子玲 來了英國做廚師 就來光年了 大家有沒有特別想吃脆脆脆香噴噴的 蘿蔔糕和棉糕呢? 到底在英國超級市場 用不容易買齊所有材料? 價錢有多抵 英文又怎說? 一如既往 我會盡量用英國本地超級市場 就買到的材料 煮出香港人喜歡的菜 今集介紹的做法非常簡單 希望無論入廚新手還是高手 做起來都得心應手 現在我們就由買蘿蔔糕的材料開始 Let's go 首先做蘿蔔糕 我總共用了五款材料 第一款是上年介紹過的 Mooli白蘿蔔 除了超級市場之外 地道的士多仔或者市場 都會有Mooli賣的 你看多大條 一磅二九就有一條 一條都夠我們煮了 要選一些肥肥白白圓碌碌碌 我們就選它 在市集買到的Mooli 多數來自英國或者西班牙 做蘿蔔糕 我會首先將Mooli切開一半 刨皮一半切成粗條 一半切成粗條 令蘿蔔糕吃落多些層次的口感 切的時候 我先將Mooli切成一片片 排開了 再切條 容易些又整齊些 第二款材料 臘腸 平時在香港吃到的臘腸 在一般英國超級市場 就未必找到 但是我靈機一觸 決定試一下 在這個區域 找一款又便宜又方便的代替品 不懂讀這個字 但是我大處教過的 它是法文 就是這款外國人 經常用來招呼客人的拼盤 包括醃製過的肉和香腸 這不是和辣味好似嗎 在英國超級市場 有很多來自意大利西班牙的風乾香腸 我們應該怎樣 試哪種呢 它這種很像樣 Mio和Smokey 我便會避開買Spice 而且你都會見到一種叫Torriso 它是橙色的西班牙辣腸 炒了它有很多橙色的油滲出來 那種我就覺得不適合做蘿蔔糕 否則底蘿蔔糕白酸就會變成橙色 最後我買的是Cabano 是一款波蘭的風乾香腸 主要的成份是豬肉和脂肪 這麼大包都是賣2磅 我在波蘭backpack的時候 當地人都跟我介紹過 他們會就這樣吃 又或者加在Pizza上面 切粒炒的話 可以令蘿蔔糕更有咬口 有好香好濃郁的煙燻味 第三款材料 冬菇 你知不知英國人會怎樣叫冬菇呢 一起用3秒時間想想 試試看 試試看 試看 如果比較好看的話 可以只用冬菇肉 什麼材料是蝦仔 本來我就不想加了 這個是鏡頭後面 攝影師 攝影師要求 因為我覺得它沒有曬乾過 但我們又試一下 煎香它放入蘿蔔糕裡 究竟好不好吃 是嗎 英國人通常用這款蝦仔 做prong cocktail 你會在包裝上面 見到peeled cooked 兩個字 即是代表已經剝好 和煮熟了 好貴的投資 我明白 我明白 兩磅七五 因為蝦仔已經處理好 待會直接下鍋炒香就可以了 準備好這四款材料 就可以開始 第二個步驟 開始煮 首先煮熟白蘿蔔 要注意 待會我會用煮過白蘿蔔的水 用來混煎米粉 而為了令白蘿蔔水更濃郁 我不會加太多水去煮蘿蔔 因為煮的時候 蘿蔔都會出水 所以不用擔心不夠水 煮的時候加些鹽 煮了比較大條的粗條先 見到粗條變成半透明 就可以加上柚條一起煮 煮熟之後試一下味 這個蘿蔔就這樣清湯煮 已經很甜 試完後 就可以夾些蘿蔔出來 把蘿蔔水放在一邊 然後開始炒 首先是炒臘腸 用中火炒香 逼些油出來 然後加入冬菇 冬菇就會吸收臘腸的香味 最後加上蝦仔 輕輕炒一下 一邊炒 一邊已經聞到很香的蝦味了 至於調味 我用了老抽 幫冬菇加點顏色 再加些魚露 彌補一下 因為沒有蝦乾 冬菇乾 而缺少的鹹香味 麻油 和紹興酒 以上全部調味料 都可以在本地超級市場就買到 你看看 很多超級市場的亞洲Session 已經愈來愈大 煮鍛煉飯 想買什麼亞洲材料 都有很多選擇 炒完之後 拔起少許材料 待會就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加些蘿蔔進去 我終於再加些白胡椒粉 一起炒均 這個步驟 是想令蘿蔔吸收其他材料的味道 最後一款材料 是尖米粉 其實尖米粉 就是Rice Flour 經過超級市場都會找到 Ground Rice Flour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白米又叫做尖米 所以尖米粉 就是白米磨成的粉 純正的尖米粉 不是白酥酥 會有少少灰色 這隻英國加工 平時用來做腸粉都可以 我會用剛才煲過蘿蔔的水 混合尖米粉 混勻之後 就可以倒下去 和所有材料集合 這個過程 第一次煮的話 關火會容易掌握 材料的餘溫都會令 尖米粉水慢慢凝固 變得越來越稠 攪勻之後 就可以放入石子兜 這款石子兜 在英國超級市場 或者地道集貨店 都很容易找到 這六個 賣一磅九九 喜歡圓形的話 都可以選圓形 倒入石子兜之後 我會用飯殼再壓實些 然後就可以落第三個步驟 正 因為我家裏沒有蒸架 所以就用三支不鏽鋼叉代替 水滾之後放入去 蒸八九個字就完成 還記不記得 我剛才裝起了一些材料呢 蒸到半個小時左右 我就倒入剩餘的材料上面 用力壓一壓 賣相再漂亮些 再蒸多兩個字 就可以拿一隻筷子 試一下熟不熟 筷子插入去 拌出來 如果沒有黏著粉漿的話 就大功高成啦 因為我喜歡 煎到脆脆脆的吃 所以還有最後一步 就是煎 蘿蔔糕蒸完出來 攤凍之後 放入雪櫃 雪一晚 這樣切出來就沒有那麼容易散 切大約一隻手指那麼厚 前後拉鋸這樣切 容易確保 蘿蔔糕切口整整齊齊 我最初介紹英國廚師同事 煎蘿蔔糕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煎到黏底 要煎到完整無缺的蘿蔔糕 關鍵是 有耐性 我會首先加熱些油 去到中熱 再把蘿蔔糕一件一件 輕輕放入煎鍋 用中火 耐心煎3至4分鐘 目的是要煎脆蘿蔔糕表面 定型之後 小心反轉 耐心煎另一面 就完成外脆內軟 金黃色的蘿蔔糕 如果太心急 夾沒多久 又攪下它 反來反去 形成不到脆面 就很容易爛 自己煎的蘿蔔糕 非常足料 又沒有味精 送禮 自用 都開心 這兩底蘿蔔糕 材料成本 用了7磅幾 雖然Cabano的味道 跟香港吃慣的臘腸 不是一模一樣 會有少少辣 但2磅 就有這個效果 我都很滿意 冬菇和蝦仔 令蘿蔔糕更加帥 但如果想便宜一點 不加的話 味道都不會差很遠 再配上豉油辣椒醬 立即有種大年初一的感覺 而很多英國人都很喜歡吃這隻 豉拉叉辣椒醬 賣3磅一一醬 泰國製造 在英國去泰國餐廳 就有一瓶在外面 就算不是過年 平時太想念香港 都可以做 廣告回來 介紹給蘿蔔糕更簡單的 紅混當頭椰汁年糕 團年飯又怎可以沒有 美麗湯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喝湯 所以今天收到一份 可憐風水的禮物 是涼茶湯的 港式家庭湯包 這些就真的 在普通英國超級市場 很難找到 黃蟹花膠羊眼湯 我要喝一下 其實應該挺容易 只需要大火煲30分鐘 轉小火煲1.5分鐘 加鹽就可以了 究竟煲出來是怎樣呢 立即煲來看看 今次收到的6款湯包 分別是美顏瘦身 和強肺補氣系列 首先看一下 黃牌花膠養顏湯 湯包裏面有花膠 裸片 蟲草花 雪耳 白俠 淮山 龍眼 紅棗 我只要簡單買瘦肉 加幾條紅蘿蔔 就可以煲到 暖粒粒的 美麗湯 煲湯 有時我會選豬柳 看它比較瘦 我經常買紅蘿蔔煲湯 他們都是本地種的 非常之甜 有幾容易 立即示範一下 首先把湯包裏面的花膠 裸片 雪耳 浸淋它 再將瘦肉飛水 紅蘿蔔 去皮 切件 最後 將所有材料 倒入3公升的水裡 大火煲半小時 再轉中小火 煲多個半小時 喝之前加點鹽 就完成了 因為裸片本身都鹹鹹的 所以下鹽的時候 不要太重手 好濃 你看看花膠 我自己很喜歡吃裸片 一咬下去 爆發海水味 還有它整個湯超滑 因為有雪耳 這些真是英國很久沒喝過的味道 一包已經煲到六至八碗 適合一家大小 接著 還有 靈芝擋芯補氣湯 這些材料好足料 有 紫靈芝 擋芯 沙芯 海底椰片 肉粥 蜜棗 淮山 和百合 方法和剛才差不多 都是先將瘦肉飛水 紅蘿蔔 去皮切件 然後將所有材料 加3公升的水 大火煲半小時 再轉中小火煲個半小時 加鹽就可以了 湯包可以保存在陰涼乾爽的地方 潮濕的話可以放在雪櫃 三至六個月內飲 最理想 再講其餘四款 頭頭菇 黃耳瘦身湯 椰片紫咳 強肺湯 雞蟲裸片 補健湯 五指無徒 驅濕湯 涼茶坊的網站還有很多款湯包 連煮都不想煮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 炆燒壺焗湯 放在壺裡 炆焗就飲得 非常方便 然後它全部都是Made in Hong Kong 而且是無添加 還有Glutin Free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這個網址慢慢選 想送去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都沒問題 這些湯包全部是由香港速遞機過來 都很快收到 其實如果農曆新年送禮都很棒 團年飯飲完好湯 我們先做年糕 紅運當頭 椰汁年糕 年糕的做法比蘿蔔糕更簡單 完全不用切 不用炒 把材料拌在一起 再蒸就可以了 那有什麼材料 在英國又怎麼找呢 立刻看看 第一款 蔗糖 在英國超級市場 連糖都有很多款 而最接近我們吃的椰汁年糕 我就會用這隻糖 Dark Brown Soft K Sugar K就即是借 黑糖借糖 英國人經常會用Brown Sugar 來做Ginger Bread Brownie 它會有煙韌煙韌的感覺 多少錢啊 你手上的包糖 這包呢 都只是一磅四而已 這麼大包 很醉手 第二樣材料 糯米粉 糯米粉的英文是 Glutinous Rice Flour 或者Sticky Rice Flour 現在在Waitrose Sticky Rice都找到了 不過就還未出Sticky Rice Flour 找不到之外 糯米粉實在很獨白 找不到其他粉代替 如果你們有其他提示 歡迎跟我分享 最後我在唐人店 買了一包糯米粉 買兩磅三五 我會做兩底年糕 今次用了300g糯米粉 首先用熱水 弄溶糖 把糖水慢慢加入糯米粉裡面 開頭攪的時候 是會很稠 要給點耐性慢慢攪 然後加上最後一樣材料 Coconut Milk 椰奶 如果在亞洲Sexual都會找到 Coconut Milk 罐裝這種 上面會有一層椰漿 下面有一層椰汁 這種盒裝 整個盒都是椰漿 比較稠 但這個盒裝 比較貴 我就用這種 倒入剛才粉漿裡面 耐心把所有東西攪拌均 直到粉粒沒有了 粉漿變得好像這麼滑之後 就可以倒入石子兜 慢慢撞走裡面的空氣 隔水晶八個字 又是用筷子 插入年糕中間 如果熟了筷子就會很乾淨 但如果未熟 筷子就會這樣 最後在年糕中間 放一顆紅棗 可以遮住剛才筷子 觸過的位置之餘 還寓意 紅混當頭 而原來紅棗 都可以在英國超級市場 買得到 被我發現了這件事 多搞笑 DATE 其實它是土耳其人很喜歡吃的甜品 猜猜這包 紅棗多少錢 紅棗 300萬 50p而已 就已經有很多粒 1 2 3 4 5 6 起碼有6 7粒 我們用一粒 放在年糕中間 願意紅混當頭 蒸好之後 攤冷 再放入冰箱 吃之前 將年糕拿出來 切到一隻手指那麼厚 我會將油加到中熱 將年糕蘸蛋漿 然後好像煎蘿蔔糕一樣 中火每邊煎3-4分鐘 注意不要太慢火 如果不是外面的蛋漿焦了 年糕裡面都還未熱 3-4分鐘之後反轉 煎另一面 每塊都是金黃色 就是這樣 簡單又好意頭的椰汁年糕 完成 材料成本 3磅都不用 煎過的年糕 脆薄薄 軟軟軟 煙韌 又不黏牙 還吃到很香的椰汁味 蘸過蛋的年糕 更加容易煎 如果想蘿蔔糕 都容易煎些 也可以試試這樣煎 吃蘿蔔糕和年糕當然要撐一杯茶 我自己在香港就喜歡喝香片 香片就是Jasmine Tea 莫里花茶 在這裡一定可以找到 英國有很多款茶 希望大家喜歡今集賀年大製作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影片 分享給多些朋友看 雖然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和限制 越來越多 但我相信 當每一個香港人都發揮創意 一定可以將更多不可能 變成可能 在這裡公祝世界各地的好人 一生平安 步步高升 歡迎大家follow我的instagram 甚至做完之後 tag我 一起share 我們麻將 關係 你